桃園人十七歲給一個學家 學生的正義 一人一生學家強少年 過自師傅訪問團 前年三十月到半夜十四 在去到新加坡 韓國馬來西亞 也兩位在金塘文化交流 韓國志願夫婦 他們幾行的成功發表 韓國交流初討比 也就學生的就關心的分享 以能出國交流看到的安東麥克 韓家鄉少年過自師傅訪問團 改選人變成美食YouTuber 甚至在台下背後 馬來西亞採體的美食 韓家有挑副 好婆娘差 給我了 韓家都年比 公費在六年加上的地方 付出就沒有強年人 想要轉來 公費是天宿 韓家的師傅 鄉鳳團改選人 路途軍改金工 到新加坡 到馬來西亞參訪國效 很多次 當年沒報韓 韓家都馬來西亞發展 這下的親切 韓國對採體 韓家社團觀察到的意想 韓國是韓家的影響 信用 不過到台灣完全看不到 的生命 所以很多韓國沒有的世界 全部的沒有講 記得都說韓家話 在那些世界 哇 原來韓家有七家的生命 我們還知道 哇 更厲害 因為我們是韓家 應該會說 我們對韓家的村上 有一個接人感 所以我們要參加 這次發展 我們要有機會 做得看到 安多的 沒有確認 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意想 韓國沒有辦法 建立正宿 本來就效忍 主任必須 然後又迫沒說 這次參訪 還要是安多年來 才替韓家社團交流 最遜的意外 在韓家社團交流 比高級370元 所以我們相信 我們要和學生人們 有動作的收穫 我們希望 我們要去發展 我們要去當年 做得盡力一下 因為對學生人來說 我們要去做得非常好 給予福 學生從新加坡 到馬來西亞裁體 經歷所謂 要參加坡 行業能力 本採體社團交流 這條效果 並同時提出 馬來西亞採體 行業 強強要面對 韓國要面對 該關機 所以參訪國學 並喊喊地 合作其他人 並增加其他人 幸福運動 下個新聞 四周前明日 先別報導